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缅北冲突等频繁的战争 似乎预示着当今世界局势愈发紧张 全世界都逐渐笼罩在了战争的阴霾中 但对于某些国家来说 混乱的局势既是危机 同样也是机遇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塞尔卡纳尼 12月4日称 就以色列空袭叙利亚 致死包括伊朗在续军事顾问在内多人 伊朗不会毫无反应 若问自巴以冲突以来 哪个国家对以色列态度最为强硬 毫无疑问是伊朗 不同于只打嘴炮而没有实际行动的土耳其和广大阿拉伯国家 伊朗是嘴上强硬 手上也不含糊 据称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 以及大量军火和单兵装备 很大一步都是由伊朗提供的 要知道 虽然同为穆斯林 但伊朗属于实业派 而阿拉伯国家大多数为逊尼派 历史上伊朗与阿拉伯国家长期敌对 甚至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在今年年初 在中国的斡旋下 伊朗沙特事迹和解 但即便是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低谷期 伊朗面对以色列以及背后的美国依然十分强硬 伊朗的能量不止于此 在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向伊朗进口了数千架无人机 有效地缓解了俄罗斯无人机不足的局面 极大的提升了俄方前线火力侦查 情报传输 精确攻击的能力 对俄罗斯稳固战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在当地时间12月5日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表示 伊朗正在寻求建立一个由受制裁国家组成的联盟 阿卜杜拉西洋说 伊朗和俄罗斯已经签署了应对单边制裁的联合声明 这是德黑兰首先倡议建立的 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受西方制裁的国家所组成的联盟 目的是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 可以说伊朗在当前混乱的国际环境中 可谓全方位出击 在最为热点的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 伊朗都深度参与其中 人们不禁要问伊朗到底在当下的世界格局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呢 公元前553年 居鲁士二世领导波斯人发动起义 反对米底王国的统治 公元前550年 居鲁士二世灭掉米底王国 正式建立波斯帝国 并逐步巩固对波斯高原的统治 波斯帝国即盛时 将于横跨亚非欧三大洲 统治着今天除沙特阿拉伯半岛外的几乎整个中东地区 还包括外高枷锁 土耳其 埃及大部 波斯帝国的余晖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的萨法维王朝 也叫波斯第三帝国 即便到如今继承波斯帝国一波的伊朗 依然是中东最具实力的国家 伊朗国土面积达164万平方千米 人口8500多万人口 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 伊朗地形多为山地 一手难攻 伊朗经济实力不俗 工业实力强大 根据世界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报告 2023年上半年 伊朗粗钢产量达1610万吨 排名世界第八 是中东最大的钢产量国 伊朗拥有中东地区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可以自主生产 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大部分武器 虽然在技术含量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伊朗还是世界上少数可以自主发射卫星的国家 伊朗是中东最大的产油国之一 也是中东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伊朗人也就是波斯人在历史上属于能争善战的民族 意志坚定 战斗力强大 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 伊朗的综合实力都是中东的翘楚 今年年初 在中国的斡旋下 伊朗与沙特世纪和解 其背后的意义十分重大 伊朗之所以在当下可以深度介入 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 与此次的外交行动是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 伊朗虽然有着中东首屈一指的实力 但由于教派不同 伊朗事实上是与整个阿拉伯国家处于敌对关系 甚至还爆发过两伊战争 在此次伊朗与沙特和解之前 伊朗面临的处境是 国际上梅伊等西方国家围堵自己 军事上威胁自己 经济上制裁自己 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同自己处于敌对关系 伊朗一个人在对抗所有人 如果说梅伊的敌视对于伊朗来说还只是外患 那与阿拉伯国家的对立可就是真正的内忧了 伊朗与沙特一天不和解 那么势必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抗以沙特为代手的阿拉伯国家中 而沙特等国也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对抗伊朗 毕竟伊朗综合实力远强于以色列 以色列再如何富含侵略性 也无法脱离美国的支持 伊朗则不同 具备真正威胁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实力 此次伊朗与沙特和解 标志着中东最强大的两个穆斯林阵营放下了成舰 开始握手言和 中东国家不再内斗 梅伊等西方国家希望的中东国家互相内耗 他们趁火打劫的行为不再出现 由于双方都对以色列均充满敌意 以色列的存在对双方的地缘安全是重大威胁 故而在对抗以色列的问题上 伊朗与阿拉伯等国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是可以团结协作的 这样便极大的改善了中东国家与梅伊之间的实力对比 这也是为何此次哈马斯会在隐忍数十年后 选择在此时奋起反抗以色列的重要原因 因为巴以一旦爆发冲突 在美伊强大的攻势面前 握手言和的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势必会抱团对抗 给予哈马斯相应的支持 而在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的背景下 以色列想要缓和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逐渐将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 最终不声不响的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战略构想将被彻底打破 用通俗的话说 哈马斯将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的阴谋变成了阳谋 而且是实实在在威胁到中东所有国家的阳谋 可见伊朗如今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大展拳脚 和中国斡旋下的与沙特和解是分不开的 假如二者依然对立 那么中东国家在面对美以强大的攻势面前 自保都难 还奢谈什么支持巴勒斯坦制衡以色列 对于伊朗来说 此次巴以冲突乃至俄乌冲突 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两场冲突的幕后画世人都是美国 而美国是伊朗最大的威胁 伊朗通过军贸、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支援 可以借俄罗斯和哈马斯之手 对抗和削弱美国及其盟友 分散美国的精力 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美国打击 甚至入侵伊朗的可能 试想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 美国高层根本不会出现打击伊朗的想法 即便伊朗真的下场参与巴以冲突 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也紧紧停留在巴以冲突的范围内 绝对不会扩大到伊朗本土 可以说当前的伊朗是近几十年来 国防最为安全的时期 不得不承认 伴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和巴以冲突的逐渐扩大化 全球紧张局势在加剧 已然进入大争之势 但对于伊朗来说 这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面对机遇自然要牢牢的抓住 这样便可以实力以前做梦都难以实现的梦想 这无论是对于一个人 还是一个国家 均是如此 当前的伊朗外交环境可谓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 在中国的斡旋和担保下与阿拉伯世界和解 彼此关系稳步推进 进入前所未有的合作发展时期 而巴以冲突的加剧 促使阿拉伯国家更加以重伊朗的力量去对抗美以 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遭遇西方的全面封锁 在无人机、常规军贸、经济贸易等领域不得不有求于伊朗 当前的伊朗面对这种大的战略环境下 也牢牢抓住机遇 做出了许多战略行动和布局 首先伊朗抓住俄罗斯有求于自己 适时提出了许多相应的交换条件 比如大力进口俄罗斯的高端武器装备 更新本国国防武器系统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月28日称 伊朗国防部副部长迈赫迪·法拉西表示 伊朗最终确定采购多种型号的俄罗斯战机 包括米28武装直升机、苏35战斗机和雅克130高级教练机 事实上早在9月份 第一架雅克130高级教练机已经交付伊朗 并且在未来会持续交付不少于60架 这将极大提升伊朗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水平 伊朗已经与俄方达成军购协议 首批将购买20架苏35战斗机 后续购买数量不低于100架 苏35战斗机属于四代半重型战斗机 是世界上仅次于第五代隐身战斗机的先进战机 并且具备一定的对抗第五代战机的实力 远强于以色列当前服役的美制F-15战斗机和F-16战斗机 伊朗进口苏35战斗机不但可以跟新早已落后的空军队伍 提升本国的国土防空能力 并且凭借苏35战斗机的大航程大载弹量 可以对以色列本土实行远距离打击 对提升队以威慑力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包括防空导弹、雷达、军用卫星等在内的许多先进武器系统 伊朗都会借此机会进行更新 从而极大加强自身的国防军事实力 缩小于美以尤其是以色列的武器质量上的差距 其次伊朗将联合阿拉伯国家不断对美以施压 从而逐渐形成一个中东对抗美以的联盟 伊朗长期受到美以的战争威胁和战略围堵 此次通过巴以冲突 伊朗借机推动并在中东逐渐形成了一个对抗美以的联盟 无形中从过去独自对抗美 以和整个西方的不利局面 转变为中东国家合力抱团对抗美 以和整个西方地缘安全和政治环境大为改善 并且凭借自身在中东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 伊朗已经逐渐成为这个无形联盟中的主导国之一 可以说当前的伊朗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 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巴以冲突 伊朗颇有些幕后老板的感觉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 仅仅数年前伊朗还孤军奋战 一个人对抗着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国家 而如今已经成为搅动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并且牢牢抓住了历史机遇 在两场冲突中 极大的改善了自身的国防实力和地缘安全环境 可以相信 在这个大争之势下 伊朗将在未来的国际局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甚至可以成为中东地区的代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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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